加生命偷取 加那个当铁生命值 第一件数很厉害 就是这么个事 这样用它来打入 五度银血剑的 发射永远之力 我最多时不时的去那个 指针一下操作上的失误 和大致的load 再换一下 再换一下 我一下他一下我不可以的 刚刚潜压那个 潜压逼迫他往后拉也是很关键的 光是他跟我抢二 就我潜压他虽然没我 我也没他 但是我赚了 我拿了两下平衡的时机 不亏 他的q好快 他的q好快 这种压力之下只漏了四刀 现在就囤线完了 这q漏了就不好不太好囤 但是也是可以囤的 手短跟手长的打就是要 挨探一下 然后立马跟他 哎 傻逼了 对面说你好冷静 大树没叫闪现啊 我老老是逼他一个闪现就好了 我他妈傻逼的 这种就是 失误带风险 大树吃我那个w要死 我那个位置我w他肯定要叫闪的 我就w他闪现后的位置 他被他预判出来了 他看到我的w诡计不对吧 瞬间反应过来可以反w我 他还在阳上面 却打了 他在阳内 只要怎么做的 我那个W打这个兵史上打了他人了 我W把兵蟹清了之后他们用升水去扛 相当于那个W命中他们的本人 甩 嘿嘿我先出手 打击 阿弓的关于 真的 对 我怎么把叶子的关于 我她就想起来 我把叶子的关于 我继续 就把叶子的关于 我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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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其實我 傻BW 丢赢啊丢赢 不是这个 越南做梦 现在这辈子都是这个人 这么帅啊玩的 他没注意 这炮台打的还蛮痛的 怎么说流星的 之前有版本流星了 现在是因为重新加强了所以流星 反正输了也是确实 那种攀战很久了之后输 然后切骨枪当中输 我觉得一点也没办法不接受 最难接受的就是 那个猫咪那样子 我连正常的游戏体验都接触不到 我操 我就输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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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装兵领压的所以才敢这样子打 真实来讲不能被他开到的 男子Q进化的唯一的确定是进化的比较高慢一点 海洋那套比较低很高的 除了一个尼娜比较超磨油 我两阵了 他没删到我占一威势吗 每次七球的粉刺灯牌 按我待下可能你要重新再算一下了 这样这一点点算不算呢 他没那个吗 他没1吗 大概是130到110左右吧 20多秒钟吧 大概是130到110左右 20多秒钟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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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秒钟吧 来了来了 坏了 怎么回事 拿一只虾还有啥 卡山呀 打穿真的是很有必要 真的 我他妈这是雪的教训 他妈怎么拿着到我家 这还400块 那你理解有点太落后了 我训任不知道 关键团几次了 一波团两个W 直接帮我收割 帅 好果断 加生命偷取 然后加那个当铁生命值 第一剑出很厉害 就是这么个事 这样用他来打入 五度银血剑 发射应该之力 好 踩腰来讲的话 踩腰的话 打肉 需要抵 他打肉 不是特别快 他打量到没啥面板 他提供海鸟的伤害太低了 海鸟加养刀不如破败养刀 就是为啥华美鞋不做那个 就是华美鞋不做那个 海鸟做养刀的人 做那个破败的人 这笔装备很怪 你知道他是特效流 他带养刀肉 他通过拉斯改版了之后 他通过拉斯改版了之后 他又跟那个B 上版本那个神话海鸟一样的 现在多猜 哎 两下出发也是海鸟 他羊刀出发上去太高了 就导致了海鸟变成了一个那个装备 就是你绑定羊刀厉害 不绑你羊刀就弱了 现在就取消绑定了之后 就让他变成一个单剑很强的装备 因为你增强他的话 你如果把海鸟增强成单粗 就很强的装备 他如果他如果再继续搭配羊刀 他就过强了 所以只能取消海鸟与羊刀的联动 再来单独正向他 但一旦拖离羊刀了之后 这装备 就怪怪的了 是不像的 现在特效流都不做这个羊刀 但一旦拖离羊刀的 是不像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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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向那套有血量打更多三环 不是哥们你歪了你知道吗 三向那套不是 不是追求那个 只有血量打更多的三环 三向那套是高频率的三向攻击 然后用物理材去打 你Q会很快 然后你Q触发很快 触发那个周刃很快 三向那套W的占比很低 你去看 就是W就是跟海耀一样知道吧 可有可无的 现在的 现在的 现在的VN根本就不靠那个三环打伤害 如果你说要三环的次数的话 我问你说你15秒钟 我就让你三向30秒钟 我他妈扬到20秒钟好吧 我打的三环都比你多 你知道不 我就活10秒钟 你活15秒钟 我打的三环伤害一样比你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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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